試圖,來,我們現在用45度角的細斜線 記住,不要太密,也不要太寬,2到4mm之間 你知道嗎?你就大概像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考試不大可能考這個 外型是45度角的時候改以30度角跟60度角 記住,如果你剖切的東西 剛好有一個像這樣子,45度角的東西 你這裡不要畫45度角了 記住,也不要這一邊45度角 你就要改成30度角 不好意思,不要把我用徒手 我示範給你看 你知道嗎? 啊,剖刺圖都沒有任何虛線嘛,這不用我再提醒了 知道嗎? 有圓的時候要標示中心線 剖刺圖沒有任何虛線,特別注意一下 啊,半剖面 好,來,我這 錯了,這個 應該是一個柱體,或是 好,這不重要啦 半剖面記住,考的機率很低啦 因為他 表示他一定要 是一個對稱型啦 還記不記得半剖面是什麼 如果我有一個造型是長成這樣子 好,來,他說半剖面喔 剖這邊也可以,他就剖掉四分之一喔 知道嗎? 好,他會有 正常來講他會有 一樣 剖面線齁,他會長成這樣子 知道嗎? 所以你剖開就變成怎樣 一邊是外部 糟糕 一邊是外部 沒有任何虛線嘛 對不對 剖釋圖都沒有任何虛線 一邊是內部 記住喔,一邊是內部喔 所以這裡是 對不對 對不對 這裡 切開 切掉剩這邊 你就看得到內部的情況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記住,不管他是什麼形狀 這裡一定要對稱 中心線 知道嗎 表示內部 內部跟外部的分界 同學最常忘記的就是這一條線 拜託 知道嗎 火釋土的時候 可以嗎 有中心線一定要標 我的意思是 如果這個是圓 你這裡要標中心線 知道嗎 就是一邊要邊 虛線一邊沒有任何虛線 好 再來圓形的中空 鑄體轉折處 就是我剛才講的轉折處一定要把 實線畫出來 知道嗎 好來 有轉折的 剖面線 這考試也不大可能考了 就是我講過的 如果有一個造型是長成這樣 好他這樣子切開喔 當然不大可能考這樣子的題目啦 我只是舉例喔 切開是不是變成這樣子 切開是不是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這裡被導指切過去的地方嘛 對不對 看起來是不是像這樣子 對不對 這一條線要不要畫 你這條線要不要畫 算你聰明 不用畫出來喔 知道嗎 這轉折處這個不大 不用畫出來喔 可是這個不大會考啦 知道嗎 啊 割面線練習一下 來 同學 請你搬回你原來那 有一個考三四土的這一題 來 三四土這一題 來喔 請你喔 請你請你請你 用其他顏色的筆 我要在這個距離這兩公分這裡 畫一條割面線 如果八神經叫你畫割面線 你要會喔 來割面線是長成這樣子 兩端是粗石線 中間是細鏈線 割面線 渣老 啊 箭頭方向是 代表觀察的方向 可以嗎 等一下請你在這裡畫 一條割面線 這裡用其他顏色筆 畫 他的 婆視圖 我如果在這裡割 他這裡畫一個婆視圖出來 知道意思嗎 知道嗎 所以方向是這一邊 方向是這一邊喔 方向是這一邊喔 知道嗎 好來 練習看看